梁敬如2010年是我出道的年份 明年2017年就代表要七年了 那个时候我对唱片圈娱乐圈或做一个歌手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很爱写歌 然后我很喜欢编曲 然后在我出道之前其实我是替我们公司的其他艺人编曲的 像我第一个作品《没有如果》你们有听过吗 那是梁敬如敬如姐的歌 后来丁当跟阿兴有合唱《花火》我也在帮忙编曲 后来也跟丁当合唱《偷偷的爱》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幕后的制作 但同时也在写关于我自己人生的故事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 我的生命中一直有一些支持我的人 在默默的守护我的人 让我可以从第一张专辑唱到现在还在做我的第七张专辑 因为在这个时代能发唱片是很不容易的事 就好像一个画家一样 因为那么多的画家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的画被看见 你要怎么样才不是一个有一餐每一餐的艺术家 唱片已经变成一种艺术品而不是一个商品 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次可以演出的舞台 每一次跟你们共度的特别的日子 像我今年的圣诞节是在上海过的 然后呢今年的跨年就是跟你们在古关过 我不知道2017年我们又会在人生中经历什么样的事 但是我相信只要你相信 我相信只要你相信 有好的事情会发生 那它就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来一起 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去想 明年我最想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当这首歌结束 我相信它在2017年就会发生了 好的事情送给你们 感谢观看